你好 政治揭露 大家好 這部片出現是12月5日的 大家好 昨天比較急一點 因為周庭那間公司我還沒清晰完整件事的時候 都要做節目的了 那時候大約理解來說 我就批評 國安公署警察那邊放山 或者是否究竟國安公署是否有鬼的問題 現在看看詳細 周庭在國外不斷批評 香港警署要迫他寫悔過書 以及要回到大陸接受一些思想 可能他暗示意思是思想改造了 洗腦了 因為要看看航天發展 又一日流 去完才能拿回簽證 這些事他講完整個故事 所以當然有網友就說這個是作故事 是說謊 但是呢 其實現在按理解 香港警署是沒有反駁他的說法 究竟為什麼 國安公署請他回大陸呢 這件事 真的想跟大家討論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事民香港的說法呢 就是說他幻想 那我就認為不是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等一下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那是不是一個放山呢 屈永賢的說法 都是指向是放山的 那為什麼要放山呢 等一下會討論 除了這件事之外呢 大陸的呼吸道的感染那方面呢 有很多人都說到很恐怖的 等一下呢 我就想說一下這件事的 好 那我們先進正題以先呢 請大家訂閱 何志剛有受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鈴的 請你們呢 每一天的十二點鐘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片出啊 那兩天前呢 就 獨立媒體在這裏 潰聲潰影 跟著就在這裏暗示 盧寵謀 替大陸說謊 那些黃絲喜歡說這些話 就說 哎呀大陸呢 已經呢 內地的呼吸道的疾病呢 在這裏蔓延著啊 很恐怖啊 什麼什麼什麼 我想問啊 美國每年呢 都有呢 這個冬季流感啊 其實呢 在這個新冠爆發之前的2019年呢 美國爆發的冬季流感呢 死10萬人 都嚴少啊 其實這些呢 在全球呢 在冬季呢 有些呼吸部疾病爆發呢 其實這些都很平常 我反而覺得盧寵謀這個說法呢 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美國那邊呢 當然啦 有個參議員啊 叫盧比奧 就在那裏鬱 就說 哎呀 中國呢 就隱瞞疫情 那些人 這裏鬱賊啊 你美國這個國家 有什麼資格 去說別人隱瞞疫情呢 你自己啊 你那3億人口死了過百萬 新冠死的人口 中國死了多少人啊 大哥 什麼隱瞞疫情啊 那就是說呢 好过在仓底里玩过疫情 那些说中国很危险的那些 继续美国在仓底里拿出来 没有效力的了 仍然是玩 当然了很多人回大陆 那些黄尸就说 会不会大陆的呼吸度感染 会传染过来香港呢?我告诉你一定会 根本大家在疫后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大家坐地铁 或者过关是应该戴口罩的 这个是我的看法 根本分不到究竟是香港惹大陆 但是大陆惹香港 还是香港人也都是出去很多交流 去到美国去到加拿大也都很多冬季流感 究竟哪个惹哪个分不到的 冬天就是这样的 你们黄尸始终只有一句说完 双重标准 美国冬季无准就觉得 人家很正常而已 大陆有呼吸部疾病 就在大声疾呼 又说到世界末日 我觉得这些是很无聊的 但什么都好 其实因为通过关之后 无论是香港人 大陆人都会多了和外面的交流 始终呢 有一些呼吸部疾病在这里蔓延 避免不了了 但现在也看不到呼吸部疾病的蔓延 去到有新冠这么厉害 但无论怎样都好 你看到就是 医爱之病很出名的一个教授 何大一 袁国勇 和在大陆的中南山院士 在大陆就真是很一锤定音的了 大家就在港大 这里 港大的人很多在这里 坐在一台拍照 就搞一个联盟 就是大家要应对未来的疫情的 很明显 大陆的态度 就不会对美国的专家 譬如说何大一 他是很出名医爱之病 但是他是华人 但是是美国籍的 现在呢 是中美去合作的 就是在医学界那边 你说哎呀 那现在中国和美国关系这么差 合什么作啊 其实有时候呢 现在大陆的态度 层次比我们高 就是你看到呢 钟南山呢 不会当袁国勇是敌人 当是盟友来的 那就是我们呢 在去年疫情的时候呢 整天呢 都野鱼啊 袁国勇那样 那样 就觉得他一定是鬼 那样 他就要 与病毒共存 那样 可能那时候我 对袁国勇的评论呢 都是偏颇的 因为我身边有个死肥佬 那样 无论如何都好 那无论如何都好 过去了 但是现在我不会说 哎呀 在这儿 在这儿 说低能的阴谋论 又说哎呀 袁国勇 去谷针 其实钟南山都谷针 那就是钟南山已经被美国收买 那样 说这些是废话来的 没意思的 啊 无论如何都好啊 就是大陆的角度来说呢 不会说见到美国呢 就立刻闭门 这个呢 我们要有个概念先 那我们要说回周庭啦 那周庭的case呢 都挺复杂的 首先第一件事呢 他是牵涉一宗呢 的 国安法的洗黑钱案 是牵涉肥佬黎 那他也是相关 但是呢 现在的案情详细呢 在电视机说的 是不清楚 只是知道呢 那件案呢 他是没有被起诉 是在搞黎智英 搞着相关的人 周庭有关 我记得那时候呢 说 十二门徒里面有一个呢 都是负责呢 做一些的 联系的 跟外国那些啊 的政治势力有联系啊 跟着呢 就要求外国呢 制裁香港的 里面 当中里面呢 都牵涉一些钱的东西 而周庭呢 和这些人呢 有联系 但是呢 联系有多深呢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 这件案子 就是这件案子是不知道的 那件国安案子 但是他是相关 没有被起诉 但是呢 国安法有条款呢 仍然可以限制他出境 但是由于这儿是一个尴尬的位置了 警察 没有告他 为什么不告他呢 我们不知道 可能暂时证据不足 但是可能将来有23条证据会足 OK 那就是说呢 现在这件案子呢 我们未知 国安法案里面 周庭的角色 现在这一刻 未够证据的话 会不会有了23条 会有多些证据呢 那问题就是 周庭呢 很明显是怕23条 所以呢 他后面的势力 就立刻呢 找某一家呢 在加拿大的大学呢 我不要查啦 哪家不理啦 就发了个 入学的通知信 就说 现在我收你 那现在呢 很明显就是说 警察国安公署呢 由于是未控告周庭 那现在呢 他有一个呢 台面是有一个呢 大学收他的一个 一个 一个的入学书 入学信 那现在呢 问的问题呢 就是说 喂 你又不告我 但是你又扣起我 旅游证据 又不让我读书 那这个是不是叫做 限制了周庭的人权呢 那这样 那如果 国安公署 在这个场景的里面 不 不 不给周庭 那个 旅游证件的话 就会呢 掀起了一个风暴 就是 开始就借周庭 没办法去外国读书呢 开始就外部势力呢 就在那製造一大堆呢 就是船船船的了 那香港政府呢 很明显就看到就是 第一 不给证书呢 周庭就一定是玩 后面的势力一定玩 就说香港政府呢 弱待他 迫害他 那现在呢 香港政府就 给了一个旅游签证 就是香港警方 给了一个旅游签证 他 但是去之前呢 就要 我自己的联想 就要他呢 做一大堆的动作 那大堆的动作 我相信就是要回大陆了 我相信呢 周庭是没有说大话的 周庭说他 即是市民香港说他说大话呢 看来不是的 因为我相信呢 周庭呢 回乡证 和外国的护照呢 特区护照呢 都被护起 接着呢 现在港湖公署就说 喂 你要拿回这些的 回乡证和特区护照的话呢 就安排了一个呢 爱国之旅 他要表达就是说喂 他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怎样证明他不是 去到外国不会危害国家安全呢 他就要表达 他要写一本书 跟着呢 他要表达有一种呢 接受爱国 他已经思想改变了 他现在爱国 那如果说他 既然他是爱国了 那么他就算去到外国 都不会做些行为 去危害国家安全啦 那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 他拿到旅游签证之后呢 那因为这个是保释 就说 九月去完呢 十二月要回来去报道 那就证明他 是仍然很爱国 去外国 是读书求知识的而已 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但是现在周庭呢 很明显他就背誓啦 哦 现在呢 他去到外国 开始呢 就用这个呢 返大陆 去接受呢 一些 他要想 其实是周庭想证明自己爱国 去拿回这个特区护照嘛 他为了要逃亡 他就用尽他的方法去诈骗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知道他将会诈骗 但是不要紧了 我们香港这个社会里面呢 周庭已经呢 没有影响力 由得他诈骗之后 他现在呢 弃保潜逃啦 那么他变成了一个呢 挑战法纪啦 跟着呢 欺诈香港警察啦 跟着呢 其实呢 香港hold住这个人要去坐牢 或者hold住这个人 要他 拿不到护照 去不到外国读书 他要这样留在香港 变成一个废人呢 他留在那里也弄不到那些大风浪 但是如果 给他外国读书 他弃保潜逃呢 就证明他是一个美国间谍 证明他呢 有外部势力包庇 证明他呢 在香港颠倒是非黑白 其实呢 当然啦 在黄丝世界里面 他们的洗脑 就会说 唉 香港政府真的要回大陆 真的 没有人权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他是为了拿特区护照 连屎都去吃嘛 所以呢 这个专业啦 叫做黄黑的事呢 他就说 其实很多网友就质疑他 你为了拿护照 去跪低啊 那这个就叫做人质外交咯 蛤 为了 拿回护照 蛤 你去 写悔过书说我好爱国 说以前呢 跟着黄之锋 是黄之锋的道理 啊 跟着走到外国之后 推翻来的 悔过书说过的东西 那其实我真的很希望呢 中央政府呢 或者香港特区啊 啊 特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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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务处呢 公开他的悔过书 是证明他怎样欺诈 他为了拿回照 自认爱国啊 啊 跟着读灰说黄之锋 道引他堕落 其实他是无知少女啊 他很后悔参加众志啊 写了这些东西嘛 其实他 原来这个真是一个美国间谍 他说他被误导参与政治 扮小不根事 其实他根本 那时候 十六七岁 啊 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就是美国间谍 是美国间谍中学生化 的先头部队 但他一直跟警署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被人误导的 我好爱国的 我后悔跟着黄之锋啊 跟着罗冠聪啊 跟着罗冠聪啊 现在他出道去 他的嘴念和罗冠聪是一模一样 我觉得呢 特区政府呢 今次呢 我要收回我昨天的言论 不是 不是特区政府里面呢 国安公署警察里面有间谍 啊 有人特意放水 而是 在那儿玩 特区政府和这些外部势力去玩舆论战的时候 决定 就要让啊周晴 周庭 你走出去咯 你不回来棄保的 那我就在舆论战里打死你 你这个人留在香港 反正是没用的了 是垃圾 你根本没办法 你留在香港都没办法 带得起香港的任何暴乱 因为你一向都是辅助角色来的 那 叫得起香港暴动的人呢 是黄之锋 你周庭呢在旁边叫辅助 你吹不起鸡 放你走也都没所谓 不过你现在 你那份悔过书呢 我真的很想看咯 你为了要拿回个护照 在这儿欺骗国安公署 欺骗我们香港警方 跟着后面有一大堆 外部势力去support你 你打算做大龙凤 如果拿不到特区护照 各样各样东西你想到的 但是我多不认同 屈穎言有一句 他说周庭走了就会后悔 我觉得周庭走了去加拿大 他不会后悔的 因为那些网友说 就是说 去到外国啊 周庭就可以吃羊腸和折大麻啦 我告诉你 周庭这种女孩呢 她根本未被捕 未有国安法之前 是肯定常常吸大麻 肯定常常吵架 我这么认为咯 喂 他为了选举捧欧乐轻 2018年 他就已经穿泳衣啦 为了 去在日本里面去宣传 他就 他就创空作势啦 你以为周庭会是正经 女间谍一定是鸡啦 一定是吵架的啦 一定是吸毒的啦 他不吸毒的 美国佬怎么控制他 卖国啊 他推动暴动啊 样子就纯情 实质的女间谍是鸡 是吸毒的 那么他去到加拿大 有得吸毒啊 有得吵架啊 他当然是兴奋的 是不是 他不会后悔啊 我觉得 屈永妍你对 我觉得屈永妍呢 对这些女间谍的想象呢 仍然是太纯情 可能我们建制派的KOL 没见过她们的悲劣 这个 周庭就是她的好模好样 但事实上呢 他不是舍运鸡一只 是不是啊 去到加拿大 就会吸毒 和 和满架 加拿大是她最仰望的地方啦 先说这么多